歷史是當權者捨的 不是的,不是的,沒有可疑,發夢而已 不過我們的歷史每天都被人刪改 讓我找一些運動的參與者出來講講真相 做一個口述的歷史節目 我們的名字就叫做歷史在民間 逢星期四晚上常在,記得留意吧 兩位不如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中醫診所的負責人,林鄭也是這樣 大家好,我是中醫頻道的其中一個admin,我叫小優依 在整個運動裡面,你覺得有哪個形容詞可以形容整個運動 我知道啊,人間地獄 是這個,這個是相當宗教的一件事 為什麼會形容是人間地獄呢 因為相傳佛教的地獄有六道輪迴 地獄道,惡鬼道,畜生道,人道,阿修羅道,天人道 這個就是地獄裡面的刀山遊鑊之外 最重要就是一個元素就是輪迴 一切投胎在哪裡 因為這個是一個師傅跟我說的故事 有人問他 那位高僧的回答是說 其實地獄這件事,六道輪迴這件事 在人間已經發生著 過往,大家可能會形容 餓鬼道簡單易理解 非洲機密,又要肚餓,見到東西搶食 但其實每一個道,背後有他所代表的東西 例如,首先地獄道 地獄道說的是憎恨 當你一個人,活在憎恨當中 你已經是地獄了 你試問一句就是 由運動發生到現在 大家憎恨了多少 我不是一塊大左膠 我不是這個時刻,我真的跟大家說 大家寬恕對方 這個是一個漫長的修行 我都活在仇恨當中 他們佛家的說法就是 當你活在仇恨當中 你已經在地獄中 那什麼是畜生道? 畜生道 畜生的意思就是 你即使是一個惡人 你養下隻狗 隻狗,無論你是販毒也好 強姦也好 有人來搞你 他都是會保護你 是非不分 這個就是畜生 現在這個局面 大家看到又有多少畜生 大家經常去形容 那我不講那麼多 大家會見到很多人 走來這個時候就是 是非不分 那這種就是畜生 那惡鬼是什麼? 惡鬼就是貪男 所謂惡鬼 象徵的就是貪男 貪這個 貪那個 當中一定包括 運動裡面的騙子 貪那些錢 貪權 每樣東西都貪 你說政府有沒有這些惡鬼 一定有 這邊有沒有惡鬼 一定都有 這個就是剛才所說的 畜生度 惡鬼度 和地獄度 那再上去就是 人間度 在說的是 侄度 你妒忌我 我妒忌你 但是這個 會比較少些 這個元素 但是比較多的 就是下面的阿修羅 阿修羅就是在說 鬥爭 本身整場示威 大家有時候都會形容戰爭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鬥爭 另一方面就是互相攻擊 嘴巴上 其實這兩個是一起看的 可以跟阿姆斯一起看 你看到有多少人互相比較 例如我做得多過你 你坐在家裡探冷氣 冷氣軍事 你冷氣軍事 又怎樣怎樣 另一方面又會回搏 你很厲害嗎 你這樣送頭 這些就是互相比較 互相比較我做了什麼 你做了什麼 然後再出口攻擊人 用行動去攻擊人 那這個就是阿修羅 最後天人道就是在說分享 就是終於放下一切去分享 當然 這一道就是最少見到 我想只有一個人做到 在香港暫時 李嘉誠 他一個觀音像都不可以計較 有這麼大的觀音像 沒有人派物 醫學生有沒有人派物 意思是他有少少接觸到 你看完整個六道論會 那你再看回香港 正正大家都在這場地獄裏面 所以你要我形容這場運動 還有這一年香港這個情況 人間地獄 那就是這四人之 對於我來說就是悲劇 我真的沒有 不看書 唉這些幅很無點脈 就算了 悲劇 這個悲劇是怎樣發生呢 就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 我經常說 不愉快和悲劇 是會傳播的 我不開心 令你不開心 然後我沒有做到什麼 你也沒有做到什麼 別人做錯事 分兩拍而已 做到不應該做的 他沒有做應該做的 做錯事 不愛扶低這兩樣東西 我不可以罵上一輩了 老實實 我們五年之前 就這樣說 雨格 我是成年了 雨格的時候 我自己沒有做到什麼 才有現在這個地步 我不會再怨上一輩 因為我自己都在這個悲劇裡面 我自己引發的悲劇就是 如果當年我們自己有做到什麼 如果我又做到什麼 那那些小朋友是不是沒有那麼慘 如果我們當年真的可以爭取到真文主 或者叫做我們當年的三百萬人上街 二百萬人上街 真的爭取到真文主 其實他們在今年是不是沒有那麼慘 或者他們過去這一年 是不是可以過一個好一點的暑假 其實這個是一個悲劇 或者我經常是一個債來的 我們欠落的債要別人去玩 悲劇就是這樣不斷地延續下去 我們沒有做到什麼 那些小朋友現在要做到什麼 然後他們就把這個願行 或者把這個悲劇不斷地延續下去 或者他們政府已經得失了這幾代人 這個悲劇就是這幾代人 我希望這個悲劇不要再延續下去 那這個運動裡面 有哪一句口號呢 是最吸引你的 我想應該會是 不怕最終徒勞無功 只怕醉瘡無動於衷 最怕有人失蹤 就是這句是 不怕最終徒勞無功 不只怕最終無動於衷 這個是真的 因為整場運動就是 你肯不肯走前多一步 每人走前多半步都好 可能很多東西都不同了 這句也是最大的感觸來的 好像很自大 但是我真的在頻道裡說了一句 寸套不讓絕對不退 這個是我給自己的承諾 我怎麼都不退 發生什麼事都不後退 雖然這陣子好像很直靜 但是我們都在其他地方努力著 外面沒有商堂 有人打架 自然不需要戰地而生 自然不需要那個身份出現的人 我們退回去 再去做一些支持這場運動的事情 我都沒有退回來 所以那時候 這句口號是我自己說的 我告訴自己 或者我叫Share了出來 跟大家說 這個是一個承諾 我對這個 寸套不讓絕對不退 這件事是 拿到衣架的 在這個運動裡 有什麼事是令你最開心的 我們吐 聚到班醫師一起吃頓飯 很開心 大家辛辛苦苦付出院 坐下吃頓飯 雖然 經常都不齊人 但是有些人有心未到 有些人有心無到的 或者有些人沒有空來的 來到那些 坐下吃頓飯 很開心的 說一下無聊的 大家不要說 這個有什麼症 小朋友有多慘 大家不要拋這些話題 我覺得最開心的是 大家 有人一坐下 就說我在香港 沒見過有人喝得厲害 第一個吐吐兩個小時 然後 那位朋友聽到 我們最近在找你 我們最近在找你 我們在找你 我真的不緊張大波方 你快點找我 真的找不到 我們最近在找這個手足 我們找了他很久 真的 因為無理偶是一個傳統來的 我們每一次有大件事發生 都會聚一聚 那些人喝酒吃飯 大家開開心心 上一次就是半年之前 中醫診所開幕 應該是八個月前 八個月前 sorry 十月十日 說個笑話給大家知道 這個武漢肺炎有多久 中醫診所就有多久 可能我影響了那些風水吧 你斷了別人的龍筋 荔枝角了 石油說了一件事 就是大家聚買 另一件事 也真是開心的 就是 見到中醫診所 可以自負營規道 這也是一個 我覺得是 我挺proud of這件事 最初是因為打算停止 不需要再收捐款 繼續提供一些移診服務 多虧大家支持到今時今日 不單止提供移診服務的情況下 收支平衡 還有能力去開多間分店 那這個真是 可以可可 對於我來說 因為這件事是 無論你說是個channel也好 還是這間診所也好 都是真的自己 或者一班兄弟 是由零開始 看著它打起的 每一件事都是自己 一手一腳起出來 每一件事都是 自己有份參與 由零到一這個過程 而你見到這件產品 它繼續成長著 未被摧毀 本身這件事 對於我來說 就是一件開心的事 其實中醫診所 你覺得 明刀明槍 是說 我現在在網店 會不會是一個 最難的 黑腹的關口 我覺得最難的關口 是中醫診所 不承認自己是黃店 那這個 會更加難過 對呀 我也覺得 你才說我難 對呀 反過來來說 這件事才難過 對呀 都是那句 我們不是中途突然之間 我開開一間店 突然之間說表態 那如果我是這樣的話 過程中一定會有流失的 因為大家可能是政治立場一樣 我以前都不知道你是黃的 原來你是黃的 那我不看你了 很大機會發生 但問題是 我們從一開始 本身已經是 立場都已經沒有變 我們本身就是一個 無形的頻道 已經由那時候開始有立場 到今時今日 仍然有立場 那很合理而已 反過來 最難的難關就是 你試試開完出來之後 你會說 其實我是男的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真是難關 但是 順著這條路下去 順著墨波 本身政府就要做這件事 他沒有做 那我就先做 結果效果不是很好 OK 在這個運動裡面 有沒有一些事 你覺得 做完後覺得很愚蠢 我經常 經常 我覺得 消費黃店這件事 都是雙利人 我經常都會很喜歡 所以說黃店這個例子 為什麼呢 因為一間食肆 你做到好吃 我自然會回去幫襯 如果你做不到一間食肆 基本要求是好吃 但你聲稱自己是黃店 就強迫我去幫襯你 其實是很不至的 如果你是好吃的時候 我自然會去幫襯你 你不需要強調自己是黃的 但是你不好吃 你又強調自己是黃 然後你一告急的人 就湧過去吃 那我維持都吊著你的命 那你之後不斷地去告急 因為你不好吃 那你是做不到這一間食肆 你應該做的要求 那我不斷地消費 我是消費者 我都想更加好吃一點 是不是 我給錢 我給25元吃塊垃圾 我給25元吃塊好吃 我吃不吃燒賣都不吃你 是不是 那我不會不斷地 好像捐錢 我只是用以前捐錢 我就是不斷地捐錢出去 這件事我是捐錢 我是不健康的 我都不斷地扔錢下去 我又可以長貧難顧 我可以養到你多久 是否養了一輩子 什麼不同 改善一下自己 黃店 各位店主有份聽的話 麻煩大家聽著 做好自己的本分 你不要影衰黃店 不要影衰黃券 這個名字 你說最愚蠢那件事 本身整場運動都很愚蠢 你明知道自己贏不了 你明知道雞蛋對石頭 或者雞蛋對高牆 你都還要去對抗 這件就是一件愚蠢的事 是愚蠢的 但是愚蠢的 愚蠢得來 有夢想 有什麼所謂 有幾百萬人陪你愚蠢 沒所謂 人沒有夢想就叫鹹魚 有夢想 只有愚蠢 三文魚 三文魚 我這個位置 又不錯 傻得夠快活 有貨熱血錯猶 怕什麼 我 信過世界 沒有東西難倒我 就算傻 好過怨地 怨天躲在家 債氣白過 到最後 怕什麼沒有結果 起碼我做過 這個就是整整反映出 一個想法 大家都知道是愚蠢的 大家都知道是傻的 大家知道是蠢 但是心態 不是這首歌表達了 但是這個蝴蝶炮影都幾大 其實一頂綠帽 引發世界大戰都幾好看 一頂綠帽 然後引發香港示威 然後全球關注香港 然後就是 再做蝴蝶炮影 到國際政治層面 我們就接觸不到 但是 所以我們 製造了蝴蝶炮影出來 到 是愚蠢 是愚蠢 我有成果 不是我有成果 就是我們做了些事情 對得起自己 你覺得 香港現在的出路應該是怎樣 這個 很難答 要找找我們政府 香港政府 你覺得你想怎樣 你覺得你想怎樣做 不要走那條路 可以 香港出路 如果 說一句很老實的話 就目前環境去看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 接下來的路是 擁護祖國的 現在是熱烈擁抱 一定要正確 政黨指揮能打勝仗 如果你要我猜 香港出路 想像中的出路和現實 是一定有差距的 大家一定要明白這件事 我不是說 一說雙方立場 就不是自己人 而是 有些東西是客觀的 中國人的性格就是這樣的 越是要那樣東西 我就越不給你 你要加上其他壓力 雖然他們找到家裡以外的人 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既然大家常常都喜歡比喻 就是 回歸到媽媽懷抱 那不妨我們真是細心一點 用一個家庭做一個例子 就是 你去跟媽媽說 你要的東西 媽媽說不給 打了你一會 你走去跟旁邊 黃絲拉說 黃絲拉媽媽打我 都不肯給我自由 黃絲拉就是出手了 口珠不佛 哎呀 你怎麼這樣 那不對的嘛 那你媽媽回來 那有什麼好做 打到你一禍 這麼多事 走去跟街外人說 你想要什麼 就越來越遠 那你說 不行 我繼續投訴 投訴到旁邊 陳先生又知道 保安又知道 個個都知道 個個都上來 口珠不佛了 阿絲拉你再這樣 我不讓你坐升降機 那我真是生氣 我沒得出氣 又是找你繼續出氣 這個是中國人性格 這個不是故事 這個事實是發生在很多中國人家庭裏面 當你request一件事 你滿足不到 你去問旁邊屋 你唱到旁邊屋都知道 你一樣得不到 這件事叫什麼 中國人一早就知道 家床不出海傳 講明你知就是不海傳出去的 有什麼事大家關上房門 有得談 但是你一下有街外人進來 大家在那裡紫紫紮紮 我沒面 最重要是我沒面 我沒那塊面 我有怨氣 那怎麼辦 大家知道結局 我不是叫大家什麼都不做 認真 但是我純粹告訴大家 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就是 是沒有面 受氣的就是自己 這個是有心理準備 但是做的事情 一樣可以積極去做 但是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 那你有最差的心理準備 你評估了自己是否能接受到這件事 如果你能接受到 如果你能接受到 Go ahead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心理準備 準備好心理狀態的方法 我覺得香港的嚴防就是 我是支持剛剛肥仔說的事情 你要有最差的心理準備 去迎接結果 那無論結果是否最好的結果 還是最想要的結果 都好 你要有最差的心理準備 我經常都問小朋友 你最差的心理準備 就死了 我問你聽 有些事是慘過死的 有些事是慘過完全失去的 是的 補充一下 剛才那個方法 叫卡瑞爾共食 是心理學上的一件事 那麼具體做法 首先要想到最壞的情況 到底會怎樣 第二件事就是 接受了這個最壞的情況去 第三才是想辦法解決它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問清楚自己是否準備好 以及要問清楚自己的底線 去到哪個方法 正如飲小朋友所說 死有時不是一了八了 有時反過來 死了你家人唯有牽掛 你有弟妹他會掛著你 死其實解決不了什麼問題 死是把問題拋給另一個人 你選擇死這條路 說明一件事 你不負責任 不就是這麼簡單 當你不想做一個不負責任的時候 你想對香港負責任 你不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的時候 你不要去死 你問清楚自己可以做什麼 想清楚自己可以面對什麼 然後根據自己的底線 去選自己可以做什麼 而不要選死這條路 因為死這件事 真是極度不負責任 毫無異議 死有輕意 毫無重於泰山 剛剛我肥仔所說 你把問題拋給另一個人 有什麼用 就是不要以為死是解脫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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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 好可憐 好可憐